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简称大特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12年10月,国内的合作伙伴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孔院在多个城市和教学点开设了汉语课和中国文化课,为满足不同类型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也开设了多种课程。 近年来,大特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与日俱增,已达到每年至少有1500人在学习汉语。 同时,大特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参与的活动和取得的成就,已多次被新华社、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等国内外媒体所报道。 每年,大特大学孔子学院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例如,大特大学孔子学院在孔院本部及保加利亚全国各地组织举办的孔子学院日,中国文化体验,中国书画展。 其中,孔院与大特尔诺沃当地两所小学联合举办,并获得圆满成功的中国文化周活动,就受到了当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 文化周为其两周,分别在迪米特·布拉格耶夫中学和帕特里昂·耶夫纪米小学举办。 大特孔院的院长、汉语教师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穿上中国传统服装和孔院的T恤, 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密的交流和互动。 在文化周中,既有剪纸、国画、书法、脸谱、中国节等传统手工艺制品的展示, 更有多种中华文化的体验活动。 中国传统武术就非常受欢迎。 学生们排成队,认真地跟着本土老师踢腿、出拳、扎马布,样子可爱极了。 国画和书法的体验也让学生们倍感兴起。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画竹子,画出来的竹子生动可爱, 也学着拿起毛笔写汉字。 每个小朋友都得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留作纪念, 手上还用颜料画上了中国名字。 学生们还自己动手,学着做剪纸、折纸和中国节。 看着手上的红纸剪成了可爱的熊猫, 看着彩色的绳子翻飞,变成了一只又一只俏皮的蜻蜓。 看着材质一步步折成了小牛,它们纷纷惊奇不已。 当然,还有有趣的小游戏, 习惯用刀叉的学生们拿起筷子夹豆子。 不听话的筷子激起了学生们的挑战欲。 它们还三两个围成团,一起踢剑子。 剑子飞向空中,孩子们的笑脸也格外好看。 这些游戏和活动丰富有趣, 不仅吸引了学生们的积极参与, 甚至连家长和学校老师都纷纷参与进来, 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未来,孔子学院还会继续举办更多文化活动, 让保加利亚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未来,孔子学院还会继续举办更多文化活动,